这个看起来极其可爱的妹子 居然是个老头控 别管其他人信不信 反正他自己是信了 最近他拜访老客家的次数 长发的长 醉梦之意不再久 过来玩 其实主要是为了瞅瞅心上人 也就是少爷的管家老罗 这么大意傲娇妹子 竟到老罗话都说不利索了 少爷讨厌过一件嫩草吃老牛 很是奇怪 妹妹表示 同龄男生都太幼稚 姐就是喜欢成熟的 少爷还想吐槽 两人的身份并不匹配 吃着爱丽丝送来的甜品 妹妹突然想试探一下 未来嫂子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于是她大言不惨地说 女婆缺少魅力 要用她这个大师进行指导 没过一会儿 女婆就跟着妹妹 学习了绽放笑容 歪头杀等所谓秒杀男人的技巧 献学献用 一旁的少爷 自然成了第一个吃果子的人 这时老罗来穿话 妹妹带来的管家 已经在吹着回家了 少爷想着 一直被戏弄 怎么都要坑回去一把 于是她跑去跟妹妹耳语 让妹妹把她的 维奥拉式甜美笑容展示出来 一举拿下老罗 妹妹一听 刺激甚妙 可是心里实在太过害羞 只见她一咬牙一狠心 妹妹可不是怂啊 她只是觉得 含羞美 也是非常不错的呀 第二天 少爷带着女婆去滑冰 当然授予技术 其实也就是女婆滑 少爷看 不过少爷在旁边也没闲着 因为她被一只鸟搭话了 这灵异事件天天有 一人一鸟一番交谈 原来这鸟 就是之前遇到的卡夫的发小扎音 这鸟一看就是个老色皮啊 盯着湖面上滑冰的爱丽丝 那叫一个目不转睛 变成鸟人形态后 更是提着爱丽丝一番攀谈 少爷意识到 不对劲啊 人家很久了知道不 三八线立马画起来 接着 女婆从衣服里掏出个大宝贝 居然是之前突然跑走的卡夫 看着是已经冻僵了 不过被女婆身体暖热了 时隔多日 卡夫和扎音 总算是完成了历史性集合 你再管不住眼睛 应该就要被少爷和卡夫混合双打了 两人扎音和女婆看起来都是滑冰高手 那要学习的 就只能少爷和卡夫 不过卡夫身恩 话难为意之道 咱为啥要自己滑 这现成的做个鸟拉雪橇不就完了 虽然这已经不能叫滑冰了吧 但其余两人对这个跨时代的想法 也是赞不绝口 一个接一个的接在了后面 当然少爷还是只能拉着女婆的衣袖啊 要是碰到身体 那就只有三啥了 疯玩了一下午 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卡夫和扎音给了少爷一个机会 就是在下一个红月之夜 带着少爷去参加魔女集会 因为他们不能透露同族的信息 但是跟少爷关系不错 所以想拉他一把 就让少爷获进集会 自己寻找线索 当然安真出了什么问题 两人肯定会顶上的 主线开启了 少爷终于要获得解决祖宗的方法了吗 坊主线开启了 ここで美容らしき使う 中文字幕称之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